大家午安 晚上好 早安 我們就來開始我們的新遊戲 三煞 它是我在一個RPG的版上看到的 我看底下的評論他們說還不錯 總共有三部曲 那我們先從第一部先來嘀嘗幾雷啦 好不好 我們先稍微玩看看 因為畢竟我對這套遊戲不是那麼熟悉 對啊 那我想說就先試看看吧 沒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囉 go go 這算恐怖遊戲吧 母親兩年前患上了一種怪病 見了貓就會臉色大變 口齒不清 嘴裡還烏噎著什麼 鑽到被子檸檬上頭 音效有點像牙醫的牙裝我就不會 牙醫的牙裝聽起來比較 順耳一點 蛤 父親找了村裡最好的大夫來看也沒個結果 都是游游頭轉身就走 村頭的滑子哥哥是第一個走出山村到外面學過東西的人 他學的是醫術 喵喵恐懼症嗎 沒有恐懼症是哪裡怪怪的 不是啊貓咪那麼可愛怎麼可以這樣 而且我母親也怕貓咪 可是他也沒有這樣 父親在大院子裡揹著手跺腳 毫無辦法 就去找來了滑子哥哥 滑子哥哥來的時候揹著一個大箱子 放到母親的床頭 打開裡面全都是一些看病的器具 拿聽診器聽了一會兒 之後起了眉頭說 實在聽不出個一二來 又拔個麥 臉色凝固了 蛤?拔麥臉色凝固 奇怪啦 麥伯怎麼沒有跳動 這違背科學常理啊 蛤? 麥伯沒有跳動 但是他可以動 呵呵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唉 蛤?你就這樣走了啊 我趴在床邊看 一對小眼睛咕嚕嚕的轉動 看著一旁的丫鬟、管家、父親 他們每個人臉上都帶著疑惑 喔?主角是那個小女孩咯 我轉眼去看母親 母親的臉上卻突然閃現過一種奇怪的表情 冷冷的笑了聲 別人對此都沒有反應 好像只有我聽見似的 喔?齁? 第一章 煞 他說的煞是以前 在比較常聽說在中國那邊出現那種 怪物那種三金嗎? 媽 您說阿華這孩子 可是一個堂堂去城裡學過正規藝術的人啊 怎麼連這種面都沒接觸過呢? 唉 可我們來不及啦 嗨 晚上好 沒有 現在不是甜不拉手 現在請教我角落廢屋 蛤? 這可以跑步嗎? 沒有 記事本 好可以又來承擋 這沒有 欸要封鎖城城 沒有啦 信任啦 靠靠靠等一下 他把我的那個 神室擋住了 新的新的新的 黑白雙煞 不是那個煞吧 這邊沒辦法跑步有點討厭 媽媽媽媽 苗 苗是 苗是我們現在操控的這小女孩嗎? 一點東西也沒有 我想都母親一定是用姜頭埋進被子裡 聽不到的叫她 呃呦我笑什麼叫 呵呵呵呵呵 苗兒快過來 過你…媽咪 哇塑 哇塑 牠 Cape 牠好像這樣嚇人耶 牠們妳怎麼也沒有 這孩子怎麼不聽話 把你扔去為了狗 這樣還不快過來 等一下 你这个奶奶是不是哪里乖乖 她说要把自家的孙女拿去喂狗 离开母亲房间时 回头看着看母亲的房门 隐眼晃动了下 里面发出一种奇怪幽长的响声 七岁的仿佛 什么东西的叫声 那一会让我又停下脚步 摸摸摸摸摸 搞谣 哎呀晚上好 感觉母亲的房间里看个究竟 可是奶奶却突然过来了 脸色煞白 阴沉的看了看母亲的房门 立刻转身将我拉进她的房间里 所以代表这奶奶知道什么 等一下你奶奶的房间是住外面吗 你奶奶住庭院哦 以后不准去你母亲的房间你知道吗 哦 李苗 去外面还怎么玩吧 他叫做李苗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 来我们要进去 出了多少遍 哦 如果一直进去他会不会真的把我们抓去喂狗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实也很常听到 煞哦 真的吗 我听过挡煞啦 然后正煞我只听过 但我还真的没有就是 还好没有实际看 听村里的人说 村头那边被洪水冲垮的桥 村里也去了不少人帮忙收桥 我家里这样不一定有钱 没有因为他家里又有长工又有管家 然后又有丫鬟 所以我想说应该他们家算是还蛮过得去的 甚至他妈妈 他生病 然后请了很多大夫来 他都还可以那个请了很多大夫来 照看他妈妈代表 他妈妈是他们家的水准 经济水准应该不错 这里好像吗 还不是下不来床 县城又那么远 可是这怎么 随便借别人家不大 啊不知道去找他玩 这边有个老爷爷 别看我老的腿不利数啊 我年轻的时候啊 村里叫我炒上杯 你马上疯 你先去玩 忙完就去找你 他爸也不知道去哪一个女人来修 我咋知道怎么修 控妹没有哦 控什么妹 跟你大人都去村口 我们一起去吗 阿强去我就去 那阿强你要去吗 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 随请父亲玩爽 危险到别处玩 你这样讲 我很想要让他下去 直接让他下去玩比较快 好 走吧 说吧 这能不能 该不会也是一个结局吧 我先以防外仪先存一下 走吧 那我们三个连成一条线到处玩 走开 别挡路 可别到处乱跑 好不 他把他挡住了 这呢 几个帮忙就好 你们算了吧 盒子就帮你们冲到下游了 你们几个娃子跑来干嘛 回去 别添乱 这桥怎么啦 什么时候修好 这几天雨下太大 河水把桥冲滑 阿强霸 阿你是谁 阿军霸 你是阿军霸 怎么快按掉了 到了村口和伙伴们玩到下午的时候 西边天空火红的云霞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从中的黑色云朵片刻间爬满了整个天空 三间的天气就是这样 说变就变 不一会又打起了 坐死大队八卦精 犯杀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这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气氛变了 这就定了 晚上就埋在后院吧 唉 赶紧叫人挖好埋了吧 别耽误太长时间 他老妈 要被埋了吗 我已经十岁了 能听说父亲和母亲在说什么 心里顿时感到很冷 难道是妈妈怎么了 快进屋别着凉 奶奶我肚子疼想去忙房 你陪他去吧 别让他乱跑 是 木设四合 天气很阴沉 夜晚乌云拢得了天空 让人觉得阴冷 秋风一吹 院子里高大的树木上 枯黄的叶子就刷刷作响 哈拉拉拉落下一大片来 我妈怎么不出来吃饭啊 我快上茅房 琴儿姐突然脸色变得煞白 看了远处母亲的房门 正落身子骨 哆嗦了一下 怎么了 琴儿姐姐 快上茅房了 谁代表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 八卦见识狼挡杀的 有听说 这我也有听说 听着快步走到西边 没有金毛房 而是躲在高大的东青树后面 偷偷溜出来 蹲下去 捏手捏脚的移到了母亲的房门下 悄悄的推开房门 我觉得等下会有恐怖画面哦 他走路又变更慢了啦 好耶 这也是我错觉吗 我怎么觉得 他这边 你看他有影子耶 这游戏做那么精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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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影子的环绕耶 99方母亲 诶 啊靠 哈哈 我们过头了 诶 我卡Bug了 有有有 他又变了 好 来我们来找他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 你传个妈妈 绣花绵下有个身形 母亲一粒又把头埋在被子里睡觉 背对着我 只留出一戳 溜光闪亮的黑发 妈妈妈妈妈妈妈 一连三声 没有应答 手摇晃的他还是没反应 先看母亲的被子 跑上去看母亲 眼前的母亲 差点让我昏厥 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那些不知怎么就滑滑下来了 怎么了 母亲的双眼怒睁着 翻着白眼珠 眼圈发黑 脸色白的 就像初冬打的霜 好恶心哦 嘴角却是那么红润 眼角嘴角的血迹已经干了 我抓住了他的手 寒冷如冰 他死了 呃啊啊啊啊 你这孩子 这大年跑过来了 还不客气奶奶呢 父亲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 含着泪走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一直不明白 母亲生病了 我是他唯一的女儿 难道他生病 连看一眼都有错吗 你这丫鬟 不是叫你看住他 不让他乱跑吗 奶奶对不起 你就還是假的不聽話呢 這不聽我幫你賣的喔 動不動就要賣人耶 這一個鐵錠是專門賣隊友的那種 別人要到處亂跑啦 童年陰影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她母親為什麼死了 奶奶這是去哪了 去後院 去後院做什麼 你做完作業了嗎 全做完了 所以你要回答了嗎 由於家教嚴厲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試制學習 小學的課程對我來說不值一提 我的童年時光都是在奶奶身邊度過的 後期有時候出遊門做買賣 母親就一個人超值得這樣的大家庭 沒有多少時間陪我 有時候只會在晚上坐在院子裡 借著月光教我讀書試制 母親是山那邊載子裡有名的才女 誰是很淵博 只是外面院子裡的人聲音嘈雜喧起來 哪來那麼多人 他們穿的衣服好奇怪喔 喵 你知道不 你出生的時候這些人也來過 那是什麼人 是嗎 我不知道 他們來做什麼了 你出生那一年我九歲 我從小就要 有一個 一個適度的寬鬆與嚴謹 我覺得這兩個是要並行的 你不能某個東西過頭了 那個不管是太寬鬆還是太嚴謹都不好 可是這個尺度就很難拿捏你知道嗎 祭典開始 嗨嗨晚上好 大家安安 他們來做什麼了 你出生那一年我九歲 我從小就要飯到你們家 那天走到你們家門口死人很多 院子裡這群道士真的送金著 喔這就是道士喔 呵呵呵 背景看起來不像 說是給你沖煞 你剛一生下來 全村子的豬狗身口都一起亂叫呢 這是怎麼回事 他們說你陰氣重 可千萬別去問奶奶 別說是我告訴你的 他們在後院做什麼 快見成功 下午帶了拿鐵箱去後面挖坑了 呵 不然是手溜嘴 走吧 我們快回屋裡 奶奶看見又要罵我了 媽媽是要被埋在後院嗎 我猜想著 突然後院夜空裡火光沖天 一下子把奶奶的房間裡照耀同量 橘紅色的燭火 被一股強勁陰冷的夜風 花了東搖西晃 沒病病有病 原來他們是父親請回來 為母親念經超度的 可是我卻再也不能見到母親了 又年時候與母親的 相處的時間不多 現在心裡也沒有多少難過的情緒 也不知道見到母親時候的樣子時 為什麼會情不自禁的流淚 那請問這個尖叫聲是什麼意思 後院裡通天的火光還在 響起了女人淒慘的叫聲很淒涼 等一下你們該不會 不是把你母親買了 是把你母親給燒了吧 那種聲音我小時候在村口的田園裡聽到過 沒有一個人影 但聲音卻異常氣血灌入耳朵 喔應該不是 我沒有害怕 錦兒姐卻被嚇得身體捲縮 緊緊摟住我 滑融失射 眉頭緊皺 毛子裡充滿恐懼的表情 現在沒有要去春頭華子家 快點到華子家不要出來啦 奶奶為什麼要去華子哥哥家 請問快帶她去 看他們那邊不太妙喔 閉一閉 帶上提燈外面很黑 我們走 喔吼 所以他這一個是 欸不是 得到提燈然後你不給我用喔 喔可以可以可以 嚇死我了 我想要得到提燈不給你用是怎樣 欸那我們可以開這個嗎 呵呵呵不行 我覺得蠟燭比較亮耶 無論遇到什麼都不要理會 到華子家安全快去吧 啊華子家在哪裡 Excuse me 華子家Ditto 不是這個方向 啊華子家在哪裡 你不要跟我講 waterfall 還要往這裡走嗎 斗 全部東西 秋帽 哦那個稻草人 倒下來了 exper 我孔 如果這時候回頭會怎樣 沒事啊 好辦的FUCKING DOOR 滑著 這麼晚了 但沒有要來這做什麼 我們先進去 我總覺得生化好像有什麼東西跟著我們 喔 快進屋吧 它這個氣氛做得不錯耶 有喔 有喔 有那個緊張的感覺喔 這是XP做的遊戲吧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看不出來它這個是 這是什麼城市 它都把它改名字了 不是 它又改成那個它的圖案 所以我看不太出來它是哪一個 說說 這麼晚怎麼還出來轉 不知道 奶奶叫我們來的 喔 這樣啦 而且窗戶那 怎麼了沒有 窗戶怎麼了 窗戶那好像有一張人臉 搖亂講話 啊 今天人 有雞毛水 啊 有耳朵 不要到處宣傳 各種小說 窗戶 哪個窗戶 你看到這邊的窗戶嗎 沒有啊 這種啊 曬乾的藥草 不過看得出來這一個叫華子的人 他應該是 那個 真的是學藝的 我在藥草研究 變硬濕了嗎 我什麼都沒看到 奶奶你也來啦 今晚不回去 就在這睡一晚 家裡人都要出來躲煞 院子裡陰氣太重 那幾個倒是他們住哪 他們聯誼要趕回那頭山寨去 躲煞是什麼 小孩子問那麼多幹嘛 好啦 阿華今晚打到你 都早點睡吧 你們兩個就擠在奶奶身邊 上毛房的話就去上 半夜就不要起來了 大竹吹起了 沒中一會兒整個屋子裡就黑乎乎的 靠著窗頭的一頭睡 螳起頭看窗外樹木斑駁的影子 一種奇怪的樣子 葉子在風中搖曳 嘩啦啦的直響 吵得我一直睡不著 那是變硬濕嗎 我不知道耶 鳥兒趕緊睡 睡著什麼也不想 奶奶 你聽見了沒有 有個女人在什麼地方唱歌呢 我又聽見小時候那種悠長細弱絲線的聲 別胡說 快睡 奶奶緊握著我的脖子 將被子往我臉上拉了啦 真的奶奶 你沒有聽見嗎 女主小時候有回憶嗎 為什麼 沒有啊 現在是她遇到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經歷她遇到的 我清晰地聽見那聲音越來越近 越來越讚悠悠 說話間似乎已到了頭頂的窗外面 奶奶沒有說話 用手捂住我的眼睛已經睡著了 為什麼別人都聽不見這個女人唱歌的聲音呢 就在窗外想著 這麼悠長而淒慘的聲音 所以剛剛她確實看到的是那個紅衣女鬼 感覺是有朋友跟著是不是 你確定是朋友嗎 好兄弟啊 他們應該跟你很好 搞不好好姐妹啊 我自由了 我將離開水中央 向彼岸去 踏步而去 彼岸已接近 樹在岸上招搖 花在樹上開放 鳥在花上飛舞 彼岸已接近 我先說 她如果等一下突然出現恐怖影子 嚇我的話 我會翻臉 可是一直想 靠近去使我睜開眼睛 順著奶奶手指的縫隙向窗外看去 窗外一個黑黑的影子 這個女人的輪廓 常常的頭髮在風中輕輕的飄動 看不清她的臉 突然她好像察覺到我在偷看著她 臉前一束昏暗的光線閃過 照到她的臉 我差點被眼前這女人的臉嚇到窒息 不禁倒吸了一口氣 閉緊了眼睛 她沒有鼻子也沒有眼珠 眼角往下流著陰紅的鮮血 紅紅的嘴唇 比媽媽時候的面容更可怕 慘白如霜的臉 可是她不是媽媽 喔 喔 還好我聰明 我把眼鏡拔掉 嚇死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